大家早,现在是星期六,二十五号早上八点多 你看到这些牌子呢,其实都是我用回收的一些木料做成的 因为如何善用资源,如何来利用我们手边现有的一些资源呢 一直是我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虽然是参选呢,我也谨守这个原则 不到四十八个小时就要投票了 这个时候呢,我想呼吁一下 因为有些人他会问我Jeffrey 他说Jeffrey啊,我们没有小孩在念书 现在还要跟教育委员有关吗? 当然有关了,因为你缴地税嘛 因为只要你缴地税的话 你有好大一部分的钱呢,都是去支持教育局的 所以你更需要找一个你能够信赖的人 你更需要找一个你觉得有创意的人 你更要找一个善用资源的人来帮助你 来管理你所缴的地税 另外还有一个,有人会问我说 Jeffrey啊,我不住在万景市第七第八选区 我也不能投你,sorry 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你还是可以帮我的忙 其实我当不当选,跟你有绝对的关系 我举一个例子 我因为呢,是选万景市第八地区选区 你不要忘了,我是选约克区 我只是代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人有权投票 但是将来呢,万景市也好,New Market也好 Richmond Hill也好,Aurora也好,Thornhill也好 选出来的教育委员呢,他们共组一个约克区的教育局 所以呢,我如果能够当选的话 只要是约克区的朋友,您晓得地税 我们教育委员就要来做决定,怎样来使用 所以,这样看来,就算你不能投我一票 但是你只要住在约克区 您如果知道,你有朋友住在第八第七选区 都请您打一通电话啦 或是您收到什么网上的信息帮我转发一下啦 甚至敲敲邻居的门去投我一票 另外呢,你去投票的时候 提醒你的朋友,那个票呢 大概有A4影音值那么大 我的名字呢,是在右边那一行下面的第一个名字 投票是我们的权利 当然也是我们的义务 千万不要认为这一票没有什么 这一票,其实呢 绝进了我们未来四年 我们的可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可以,我们的地税呢 是怎么样被使用的 真希望你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去投票 谢谢你啊,OK,拜拜